大家我们来看今天的赵孟福每日一字 这一个字呢 很少看到 目前很少 我们现代很少看到 然后这个就是 胸字 胸 胸就是门窗 那个意思 然后底下这个绝就是 特别指那个地方 就是要锁门的那个地方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胸字 胸字呢就跟橘 差这一点跟这一树了 整个字呢 赵孟福拉写的扁扁 我们先看一下凯书 凯书其实呢 是一个撇 然后这边其实是写一个户 它是一撇 然后这户这样 然后在底下呢 这是一个大大的 这个勾起来 比较凯书是这样写法 不会写到它这么扁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们说点 就变成类似招孟这种点法了 好它这个写法 我们来看就是演变 它把它写这个 写得扁扁的 写 然后整个字 横向发展 它有这种习惯 而且横向发展之后是右边会拉得比较长一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稍微更流畅一点 就是 其实有时候这边会多一批 但是多的就写成一个像 你要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连贯 经常可以看到这边是这样写 然后底下变两点 好 这是多余的 好 那我们在这里 要稍微特别讲一下上下的关系 好 那如果说有时候要多增加一些平衡感觉 这个就我们直接分析来看这一组 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长笔 这个长笔可以大家应该注意到这种一致性 在这里有时候就故意就要做一个协调 就是做一致性 这种视觉感觉是很重要 还有右边的勾的视觉感觉 这样这两个字呢 很一致的话 在一个画面上呢 就是我们说团结力量大的概念 就会有一个稳定性产生在 在一个比较乱的地方 那有时候视觉感觉就是在这 很乱的地方呢 就是要多一些整体性 然后太多整体性也不好 所以左边就多一些 无以示 就大小除息的变化 参加在里面 因为这里就看起来太正了 所以呢可以看到左边他就故意 那嗷嗷吐吐这边因为写过的 就比较顺这样这种写法 所以这种章法上的配置 要特别特别注意 有哪有这个 纠绝之后 可以看到就变小小的 去也是写小小的 这样整体呢就大小 然后左边呢 做一些 那个大小粗细的变化 比较明显一点 再留意一下 再留意一下 然后再留意一下